大家看,皮克西斯只吃了一块肉,竟然就巨人化了,还把比超大型巨人都高,眼看城镇,危在担心,三里等人呢,纷纷咬破手掌,居然全都变成了巨人,等等,这花蜂是咋回事儿,只见西斯特里亚一朝女神追爱,更是挖起十一级台风,皮克西斯瞬间被掀飞,竟然飞到了外太空,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今天不乐就来讲一下,紧急的巨人OAD篇,突然的来访者, 故事发生在849年,让和同伴来到托洛斯特区,参加讨伐巨人演习,让的家正好也在这里,此时,距离众人加入调查兵团,已经过去两年,城镇各处放着巨人的木板,所有的士兵叙事待发,随着钟声叫响,演习正式打响,皮克西斯清零现场观看,结果饮酒多了,竟然站着睡着了,参谋赶紧叫醒他,他以为食堂开饭了,一看不到饭点,就想再喝两口, 参谋直接夺走酒瓶,结果他又掏出来一瓶,参谋都无奈了,皮克西斯大惯一口,饭饭该吃啥呢,此时的战场上,让带领阿尼和阿尔敏,正搜寻巨人,前方正好出现一个,让这样爬到时,忽然,一个身影掠过,旧舰三里,一击重砍,夺下滴滴血,让瞬间懵逼,接着他就傻笑起来, 让带头,不上航空的街道,这边有三个巨人,让决定来个三连战,没成枪,科尼居然出现,一击之战,竟然就把人都抢了,让兜气炸了, 下鸟,两道环光闪过,剩下两个人头,居然也被莱娜和沙夏夺走,让气得只打颤,你们这群老六,给我留一个能死啊,演习结束后,让同马克尼和沙夏,你们这群小偷, 那么多巨人牌,劳强我的干嘛,科尼还调戏他,杀下大惊,还有这种事,让瞬间暴怒,眼看三人就要火拼,来那赶紧宣驾,你们三个消停点吧, 让顿时冷静下来,明天还有一场演习,到时咱们一决胜负,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就见皮克西斯突然到来,众人赶忙行军礼,皮克西斯心长让的斗志, 既然这么高昂,那就改下演习规则,用厨艺来决斗吧,众人瞬间懵逼,啥玩意儿,皮克西斯顿顿了一口酒,一厨艺定胜负,今晚呢,谁做的夜宵最美味,谁就是最强王者,参谋满脸无奈,早知道这样,就该把你的酒全部没收,沙夏掏出红薯,正式向让下战术, 让站紧拳头 夜宵最战正式打响,吃瓜群众欢呼雀跃,今晚有好气看,艾伦和三里站在一边,让人一头无水 让立刻带着安妮和艾尔敏,奔向森林打猎,森林有头野猪王,让要狩猎他当时才用,没想到沙夏竟然带着科尼和莱纳来接活,让非常恼火,艾尔敏安慰他,没事,这里可是你家,咱们占据地利,刚说完这话没多久,他们三个就迷路了,在同一个地方打圈圈,让还嘴硬,拒不承认迷路,另一边,沙夏三人也进入了森林,莱纳根本没有信心 结果呢,沙夏和科尼发现了野猪的爸爸,莱纳惊了,这只是碰巧了 随后,沙夏和科尼找到野猪王,莱纳彻底服了,我还是闭嘴吧,但这个野猪王也忒大了,莱纳决定达到恢复,没料到沙夏一个大耳光,就把莱纳连打宠了,接着一个重机捧接,莱纳直接坐下,沙夏泪眼婆说,你讲这话,太伤我的心了 现在放弃,怎么建设地球村呢,莱纳赶紧承认错误,我帮你打野还不行吗 沙夏呢,瞬间阴天转情,为了肉肉,献上我们的心脏吧 话音刚落,野猪王就站了起来,正好那就全面开战 这激烈的战略动静,被让出一道,让大惊失责紧忙追杀过去 野猪王带着沙夏三人狂奔,沙夏一边往猪背上牌 一边惦记着烤猪肉,煎猪排,猪香肠 浑身顿时力量充沛,他张弓大剑,一个炫面翻轨,箭到吞上 接着拉满弓弦,射出一只女悬之箭 箭头正中野猪王的脑门,野猪王被爆头击杀 三人拉上野猪王满载而归,沙夏高情坏了 让则快击炸了 此时,城镇兵团总部,艾伦正班货物,班一个都费劲 而三丽呢,一人扛三个,一点气都不传,艾伦都惊呆了 三丽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然,有位大臣来找人,竟然是来找让的 此刻,冰团职堂,让正在苦恼,夜宵大正 一不小心,就把水杯打翻,真是倒霉到家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居然找来 竟然叫让梅小约翰,这是她的小名 孩子为她,怎么不先回家看看 让相当震惊,母亲还不忘,给她擦裤子上的水 众人纷纷过来,突然之间,张既然将母亲暴力推开 还催母亲快走,母亲面露尴尬 她将篮子里的苹果拿出,想分给大家吃 未曾撂倒,张居然一手退地上了 艾伦赶忙去捡,让大发雷霆 立马就将母亲轰走,艾伦看不下去了 张立马蹬过去,艾伦赶紧纠正 张根本不惯念母亲,反而一心想着夜宵 她竟然偷来粮仓钥匙,企图进去偷牛肉 艾伦吓坏了,这可是重罪啊 那啥,我家还有事,艾伦掉头就溜 结果一个踩空,当场粉碎性骨折 躺在地上鬼哭狼嚎 然后她就双腿绑着绷带,躺在床上 阿尼也拒绝了 这下,让成了光环司令,她决定一人去偷 还没动手,就被上次给找到了 上次交给她一份包裹,是让了母亲特意留下的 让来到外面,包裹了有母亲写的信 定住她好好吃饭,好好加油 张根本不屑一顾 除此之外,竟然还有她最爱吃的蛋包饭 亲个间,让回起了小时候 母亲总给她做蛋包饭吃 她受委屈时,母亲就会第一时间来安慰她 后来母亲生病 当她去给母亲送饭吃 母亲很欣慰,夸她是最孝顺的儿子 想起这些,让她体会到 母亲有多疼爱自己 而她呢,竟然对母亲暴力相向 她曾经在床上,头画三立的画像 母亲好心来叫她吃饭 她却痛骂母亲是个老太婆 还将母亲蛮横推走 向门狠狠关上 让悔恨不已,自己简直就是个逆子 她当即决定,夜宵就做蛋包饭 这昂扬的斗志,阿尔敏和阿尼都惊到了 与此同时,沙夏三人也在厨房备战 而我们的三立则在苦练肌肉 瞧着马家线,瞧着王者拳 真是羡慕艾伦啊,能俘获三立的心 夜宵的决斗时刻来临 沙夏先撑上来,盖子一端 顿时香飘似一眼 就见一块鲜美的猪肉摆在盘上 真是叫人口水直流 皮克西斯插起一块肉 入嘴一刹那,整个人仿佛回到18岁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直接一飞中天 一人独占剧院军团 甚至直接剧人化,当场暴走 三立等人立刻迎战 纷纷摇破手掌 竟然全部都剧人化 希斯特里亚释放大招 女神恋爱 皮克西斯直接被养上天 一个光处越境,竟然飞到外太空 当然呢,这一切都是幻境 皮克西斯回到现实 接下来该让了 他盛上菜,盖子一鲜 竟然是蛋包饭 皮克西斯有点差眼 众人也很困惑 就这 皮克西斯直呼可爱 接着品尝起来 吃完以后 他却竟然一言不发 沙迦顿感吻了 蛋包饭怎么能比过肉肉呢 最后,皮克西斯宣布结果 沙迦大惊 台下的吃瓜群众 却是兴起肉狂 蛋包饭居然战成肉了 真是了不起啊 让简直不敢相信 我真赢了 阿尔明向他竖起打拇指 阿尼也高冷策效 沙迦不到皮克西斯面前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 皮克西斯询问他 肉为何物 沙迦脱口而出 肉就是肉啊 于是 皮克西斯点他 没错 肉就是肉 正因为你只看到肉 沙迦失声痛哭 早知道这样 我就放红薯和胡萝卜 这时 让神来手 拉紧了沙迦 比起这场夜宵举斗 战友间的友谊才更重要 以及伟大的母爱 让决定明天回家 亲手给母亲做蛋包饭 此刻被幸福包围的众人 绝对想不到在国一年 也就是850年 超大型巨人将再次现身 并成功将罗赛之强突破 而艾伦呢 也将变为近期的巨人战斗 本片反 本片是近期的巨人 OAD片 突然的来访者 本期问题 大家最喜欢吃的美食是啥 是肉 是蛋糕 还是巧克力 还是巧克力冰淇淋呢 大家发到评论区哦 我们熊熊爱吃苹果 卷的OAD片 也挺有意思的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那我们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